第4945集 叶晨听完封帝君的话 也是松了一口气道 这么说来 玉环古帝是暂时放过我了 封帝君道 虽说如此 但尊主千万不可大意 玉环古帝此人心思狠毒 他表面调整了策略 说不定是掩人耳目 暗中算计你也不一定 他诚服极神 谁也猜不透他真实的想法 叶晨心中一领 想想的确如此 面对万须无论如何 都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我知道了 顿了顿他又有些好奇地 望着封帝君道 封前辈 我还有一事不明白 你 你为何要投靠借王殿呢 封帝君拄着拐杖 在一旁的石凳上坐下 看到 我没有投靠借王殿 只是想游说借王罢了 叶晨疑惑 游说 封帝君点头道 是的 我游说借王 说轮回以前 已经死了九世 但这一世依然能重生 就是因为轮回气运无敌 迟早要登顶诸天至高 至高意志 想灭杀尊主你 那是绝无可能 迟早有一天 尊主你会产庭万须 统御诸天世界 再踏进吴吴 以轮回的秩序 让吴吴时空法则稳定下来 成为新的至高主宰 说到这里 封帝君眼里爆发炙烈的神采 那苍老的脸庞上 仿佛也焕发了生机 他对轮回是近乎狂热的崇拜 这番言语说出来 连叶臣听到都有点脸红 产平万须统御诸天 再杀入吴吴时空 让不可描述的吴吴时空 稳定沉淀下来 甚至建立起轮回的法则 这一切都太过虚无缥缈和遥远 叶臣是想也不敢想 封帝君接着道 我游说戒王 想让他投靠轮回阵营 他说他会考虑 顿了顿 封帝君又有点惋惜道 但是可惜呀 这一次尊主拟结标 却是得罪了戒王 他不可能再投入轮回阵营了 叶臣道 无妨 我本来也没想过 戒王能加入我们这边 封帝君道 尊主 那镇魔石对你很重要吗 那镇魔石 是地脉能量结晶而成的 珍贵材料 本来是以前 荒族地宗的老祖宗白羽 献给戒王殿的 戒王因此甚至把 人皇圣刀都借给了他 你夺走镇魔石 算是将戒王得罪死了 那东西是戒王 送给喜严先宗的 是防御心魔的重要之物 叶臣听到这里 明白过来 难怪此前的荒白羽 能动用人皇圣刀的锋芒 原来是以镇魔石为代价 向戒王借的 戒王不惜借出人皇圣刀 显然那对镇魔石极为重视 准备以此物赠送喜严先宗 与显然间宗结交 叶臣结标 夺走镇魔石自然是彻底得罪了戒王 那镇魔石我必须夺取 因为叶臣将善柔之事简单地说了一遍 封地君听闻之后大为震动 想不到尊主如此仁厚 居然对那魔女这么照顾 叶臣摇摇头道 不是我仁厚 我只是不想违背内心罢了 而且我也说了 这三个月内 如果无法解善柔的魔化 我会亲手将他杀死 封地君点头 也知道叶臣不是一味的老好人 如果真碰到无法解决的威胁 那就必须要以雷霆手段将之根除 叶臣笑道 幸好如今拿到了镇魔石 想必善柔的魔气 可以彻底压制住了 封地君皱眉道 尊主 那镇魔石只能压制他的魔气 却不能化解 以后还是有爆发的可能 你想要彻底解决 恐怕还需要另觅他法 叶臣道 我知道 但能暂时压制 也是好事啊 叶臣最怕的 就是善柔突然魔化 那他真是连一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随时都可能被杀死 幸好现在有了镇魔石 善柔短时间内 总算不会再魔化了 叶臣自然不是真的想要杀他 毕竟他还是云锦的姐姐 以后复活云锦 他也想看到他们姐妹能团聚 至于彻底解决善柔的魔气 叶臣现在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以后再打算也不值 风前辈 你摔朽得如此厉害 以后有何打算呢 叶臣见封地君的气血 已经枯竭 形容摔朽 实在担心他的未来 封地君洒脱的一笑白白手道 无妨 尊主请放心 我这副老骨头暂时还死不了 但是以后很难替尊主效命了 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顿了顿 封地君掏出一块令牌 令牌上印着一个封字 他将令牌递给叶臣道 我自从脱离万须后 自己组建了一批势力 名为封神会 这是封神会的令牌 尊主你好好拿着 叶臣接过令牌疑惑道 封神会 封地君按了一声 我如今摔朽太拒 需要闭关休养 这块封神令便交给尊主你执掌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封神会无数强者 都会替你卖命 叶臣握着那令牌 也能捕捉到阵阵强悍的天机 那封神会的势力 绝对是强大 有封神会助力 叶臣对抗万须 又多了一分胜算 多谢 叶臣并没有推脱什么 收下令牌 郑重地向封地君道谢 封地君微微一笑道 我在这块封神令里面 还封存了红黄八尽之一 深蓝国度的修炼秘诀 尊主你若有需要 大可修炼那门禁术 可以增进你的修为 叶臣仔细感应 果然能捕捉到在封神令的深处 还隐藏着一门神通秘诀 是 多谢封前辈 深蓝国度正是红黄八尽之一 这门禁术的名称就叫深蓝国度 灵气一阵 可将天地转化成深蓝的世界 无比强悍 封地君叹息一声 颇有些不舍地握住叶臣的手道 好了尊主 我要走了 你好好珍重 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能在太上世界相会 你会产平万须 登顶诸天至高 我期待那么一天 我 封地君 永远是轮回最忠诚的信徒 一番话说完 封地君带着无尽的感伤 化作一阵清风离去 叶臣看着封地君离开 心中怅然若失 封地君 真的是他遇到过的 最忠诚的轮回信徒了 他在临走前 甚至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封神会 也全权交给叶臣场馆 叶臣握着封神灵 心中再次感谢封地君 如果自己以后 飞升成了天君 有了余力的话 必定要动用 昼光神觉 逆转时间 让封地君 恢复以前的模样 绝不能让他 一直衰老沉沦下去 定了定神 叶臣便是盘膝而坐 仔细感应了封神灵 捕捉里面封存的尽数秘诀 深蓝国度 这门禁术的修炼对血脉损伤极大 一般人无法练习 但是刚好 叶臣拥有轮回血脉 这门禁术的修炼副作用 完全影响不到叶臣 深蓝国度 湛蓝天空 并照大地 天地宇宙 一切种种 深蓝宝石 无尘无瑕 碧玉阴云 纯净流离 叶臣感悟着深蓝国度的秘诀 默默地开始修炼 除了深蓝国度外 还有 荒九夕给他的修炼玉解 那关于大荒无惊的要领 叶臣也认真地感悟着 接下来的时间 叶臣都在荒族祖地里修炼 戒王殿知道叶臣在此 多次派人交涉 但都被荒族高层的长老们 挡回去了 叶臣是荒族的座上宾 戒王殿想抓捕叶臣 除非想将荒族灭了 而吾吾神器 三皇至宝之中 最强大的天皇谷中 就在荒族祖地之中 地狱界里面 能彻底覆灭荒族的势力 还没诞生 故此叶臣在荒族修炼 是非常安全 也没有人打扰的 一晃几天过去了 这一天清晨 一道湛蓝色的光芒 直冲天际将云层都撕裂而开 那湛蓝色光芒之中 还带着荒谷的气象 令人窒息 那是叶臣的修炼气象 荒神风之天 叶臣盘膝而坐 浑身气息 如琉璃般纯净 不带一点瑕疵杂质 那是他修炼 深蓝国度后 自身灵气 进一步精纯 一丝丝蓝悠悠的灵气 释放而出 如蓝水晶般 纯净而剔透 有佛门净土的大迹象 这门深蓝国度 与佛门大道相关 代表的是最纯净的琉璃 象征着诸天无瑕 无尘无垢 深蓝是纯净到了极点的颜色 譬如天空 便是深蓝的颜色 深蓝国度 象征着永恒的纯净 练成深蓝国度后 叶臣感觉到 自己的灵气释放出去 便能够展开一片 深蓝色的纯净国度 诸邪不入 万魔不侵 深蓝国度大功告成 天下之间 除了心魔第九层 估计已经没有邪魔之气 可以伤害到我了 叶臣握了握拳 感受着内心的纯净气息 也是无比心悦 以如今的实力 应该可以去震魂渊 拿青云神墓了 毕竟消沁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半年的期限 也已经过了一阵了 这段时间 叶臣一直将消沁的事情延后 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实力 另一方面便是旧留消沁 魂殿尊王给自己半年的时间 还有时间 眼下 差不多最近要安排时间 去一趟镇魂渊了 除了深蓝国度外 这几天修炼感悟 叶臣的大荒无精 也是突破到了第二层 第二层的神通 荒影九波 成功领悟 叶臣灵气一动 身后便有九道残影显现出来 时时作响 从不同的方向 往四周沙发而出 这荒影九波一炼成 等于叶臣可以照出 九道幻影作战 每一道幻影 都是沙发腾腾 无比的凶悍 而叶臣的修为 在这十天时间里 也是终于宣告突破